传说在韩国版金刚经中有一段诡异的记者 相传在2500年前 一个妖怪为了毁灭世界 打通了人间和地狱的大门 此时佛祖显灵 他把妖怪的双眼摘除 剥夺其力量之源 并且把七黑之眼成功封印 可是赤红之眼附在了人类的身上躲过了七天 直到第八天才被佛祖封印 一个埋在了西方的沙漠里 另一个埋在东方的断崖峭壁之上 并叮嘱弟子不能让两只眼睛再次见面 时间一晃来到了2005年 有一位对此传说深信不疑的教授 终于在印巴边境的沙漠里找到了舍利盒 此举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是检测机构却说舍利子是合成的探随 并且以伪造文物的罪名把教授关了14年 直到2019年 多国迎来了超级血液全食 教授想趁此机会一血前耻 并且用鲜血为瘾 成功地激活了赤红之眼 随后教授传来了一声惨叫 与此同时 千里之外的北山寺庙 老和尚感觉到了灾祸将至 他从佛像下面拿出了另一个舍利盒 并且叫来了闭口修缠的小和尚轻士 他说魔物没有办法跟随 所以佛祖才会把他们封印 并且派弟子无名僧人和通灵少女分别看守 然而佛祖也算出来赤红之眼中会突破封印 并且像上次一样 附在七个人的身上 而这七个人则是被称之为垫脚石 直到第八个夜晚的时候就会找到漆黑之眼 届时会世界大乱 能阻止这一场浩劫的方法也并不困难 只要砍死七人中的任意一人 找自己的师弟选花大师 与此同时 庆上北道的树林中 一个猎户正在打兔子 突然发现远处有个人影 其实那是被控制的教授 突然一只手搭在了猎户的身上 他成功地成为了第二个垫脚石 后来他来到了一个宾馆 找到了一个女子成为了第三个垫脚石 当警察发现的时候 只剩下死在浴室的男友和猎户的干涉 第四天早上 小和尚轻士来到了大田站后车 准备根据地址去找选花试书 可是舍利盒子却突然丢了 环顾四周 他发现一个妙龄女子正看着他 可是一眨眼又消失不见了 直到晚上 轻士终于见到了选花试书 并且把赤红之眼 已经踏上垫脚石的消息告诉了他 晚上休息的时候 老和尚就给师弟托梦 让他赶在赤红之眼之前 干掉他们所知道的 唯一垫脚石通灵姑娘 第五天早上 选花大师就从背包里翻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心的红衣女子 就是通灵姑娘 背后则是她的地址 于是他带着小和尚开始出发 星红之月 妖魔现世 只要七天杀死七人 就可以打开地狱的大门 而被杀死的人被称之为垫脚石 为了阻止妖魔的计划 大师决定提前杀死 最后一个垫脚石通灵姑娘 当他们等车的时候 从电视里的报道得知 警方已经发现了第三具尸体 当他们找到通灵姑娘的地址之后 才发现通灵姑娘早已搬走 后来从街放口中得知 通灵姑娘搬去了大丘 可是时间紧迫 两人决定分头寻找 与此同时 警察又发现了第四具尸体 这让队长阿伟十分崩溃 选花大师凑巧看到了电视的报道 于是他决定来到现场找线索 他怪异的举动恰巧被阿伟探索 于是他拦下了选花大师 正在核对身份的时候 警车上传来发现第五具尸体的通告 选花大师刚要离去 阿伟却又要检查他的背包 可是背包里有解释不清的东西 于是选花大师赶紧逃跑 可是却不慎将地图掉落 另一边的小和尚 轻士运气很好 找到了通灵姑娘的家里 他刚想记下地址 却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这时候门突然自己打开 通灵少女就把他请进屋子 轻士感觉这个女子很眼熟 但是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等雨停了之后 轻士正打算离开 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女子 竟然变成了大妈 走出巷子之后 轻士看到了一个妙龄少女 他呆呆地看着轻士 轻士有些搞不明白 可是突然 少女的脸上裂开 露出了传说中的赤红之眼 轻士的脑袋都被雷劈了 憨憨的轻士扭头就跑 这一通操作把少女都整懵逼了 到了晚上 他和选花大师会复 隔职了通灵姑娘的地址之后 选花大师决定一个人行动 轻士想跟他一起 无奈选花大师说出了事情 最后的垫脚石就是通灵姑娘 这让轻士于心不忍 于是他敢在选花大师到达 之前赶到了通灵姑娘的家里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解释 拉着通灵姑娘逃离了此处 与此同时 警局的队长阿伟调查了选花的信息 他怀疑所有的命案 都和选花大师脱不了关系 在联想他逃跑时候掉落的地址 决定根据地图上标点的位置 寻查一番 这时他的同事打来电话 他说所有的被害人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曾经是一个 叫做冥想会的成员 而现在这个成员 就还有两个人没有出事 一个就是轻视看到的少女 另一个就是通灵姑娘 于是阿伟记下了通灵姑娘的地址 并且让同事过来帮忙 而此时的选花大师 也终于找到了通灵姑娘的家里 当他走进屋子 却发现一个头上裹着符咒的人 他举起了斧头 突然阿伟赶到 两个人再次纠缠在了一起 不过选花大师 根本不可能是警察的对手 阿伟刚刚制服了选花大师 却突然被人出事 直接晕了过去 来人正是第六个垫脚石妙龄少女 她的鼻子像狗一样嗅来嗅去 仿佛在追踪某种气味 下一秒就离开了屋子 选花大师割破手掌 用血在斧头上画了一个符咒 直接追了出去 而此时阿伟的同事也赶到了这里 发现选花大师手持斧头 正在追逐少女 于是把枪对准了选花大师 完全没注意到身后少女的异样 少女用鼻子闻了闻 突然露出了兴奋的笑脸 下一秒她就直接飞上同事的后半 完成了最后一次的转移 选花大师都懵逼了 最后一个垫脚石不应该是通灵姑娘吗 此时也来不及多想 她轮着斧头朝警察砍去 可是根本不是对手 此时其余的警察相继赶到 选花大师只能落荒而逃 最后只能前往北山 和妖怪一决生死 为了证明世界上真的有妖怪 男人竟然逼女儿自杀 不仅如此 女儿死后的亡魂 还要去蛊惑射利河的守护者通灵姑娘 从而找到妖怪的赤红之眼 觉醒后的赤红之眼只要杀掉七人 并且在第八天和漆黑之眼会合 就可以打通连接地狱的大门 青是以为自己带走的就是通灵姑娘 并且准备把她带回北山的庙上董灾 就在他们临时休息的时候 射利河的另一个守护者选花大师赶到 而刚刚还在一起聊天的通灵姑娘 突然消失不见了 青是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女子并不是通灵姑娘 她只是一缕残魂 从车站看到她的身影开始 青是就已经被迷惑 从大邱回来的只有她自己而已 而她认为丢失的射利河此刻就在身边 选花大师没时间和青是计较 因为她知道妖怪马上就会找到这里 于是二人开始准备布阵 而另一边的警察阿伟已经苏醒 她找到了真正的通灵姑娘 从而得知了全部真相 原来赤红之眼要杀掉的七个人 她就是最后一个 这让她惶恐不安 直到有一天 她发现了和她八字一样的警察 于是以赐福的名义得到了她的鲜血 当妖怪找到这里的时候 她用皇府隐藏自己 竟然真的改变了死亡的定数 而此时监控也拍到了同事的去向 于是阿伟也决定前往北山 另一边的选花大师已经布好了扶阵 她让青士在旁边见机行事 我不其然 妖怪正面走来 完全没把他们当回事 青士趁机补全阵法 选花大师开始启动扶阵 但是妖怪却告诉她一个消息 顿时让她五位轰顶 原来自从她离开北山之后 她守护者的资格已经没有了 而妖怪想要能打开设立盒的躯体 其实是青士 反应过来的选花大师拖住妖怪 让青士赶紧逃跑 可是青士却不慎跌倒 这时警察阿伟也赶到此处 她终于看到了同事 正想问明白怎么回事 结果直接被甩飞数十米 妖怪慢慢走向青士 此时选花大师赶到 轮着斧子就想杀死怪物 可是却被身后的阿伟开枪制止 在看自己的同事 已经变成了一具干尸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青士扔到了树叉上 致死也没有名 青士也被妖怪占据了身体 她慢慢地打开设立盒 天空开始出现异想 冰死之际的选花大师拉住青士 趁机在她脸上画了一个符咒 就在妖怪想给她最后一击的时候 她启动符咒 将青士身体里的赤红之眼 转移到自己身上 青士也恢复了意识 此时她也已经没有了选择 妖怪终于再次被封印 最后青士又来到了沙漠 将设立盒子放回了原处 电影到此结束